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節目 今天是週二 所以我們要來聊聊 迷因代幣跟市場上的一些新聞 第一個新聞是什麼呢 MakerDell 有點後悔他們改名叫Sky 就是大家還記得這個市場上 最大的穩定幣協議MakerDell 也是以DeFi來講 存量最大的一個協議資源 而且收益非常非常高 我們看Maker現在的所差量 61億美金喔 然後呢 他們在兩個月前的時候 突然就是不知道抽風還是怎樣 就突然改名叫Sky Ecosystem 而且他們改的方式很奇怪 他是把所有的電報啊 Discord 還有Twitter直接改名 這個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說你會失去你原本的ID 所以呢 MakerDell的這個域名呢 馬上被 我忘記被誰註冊 反正就是 市場上的某位人凶吧 就直接把他做 他現在又把他改名了 可能又拿回來吧 我記得好像被 DWF還是Forsight的 哪一個分析師拿到 然後就拿回來 好 那他們現在呢 又覺得說想要改名 改回去 MakerDell 或他們覺得有點這個 錯誤 然後反正社區在投票 好 這是第一個新聞 第二呢 是市場現在呢 開始在收購潮 而且 最大現在發生的一個收購呢 是Stripe呢 把Bridge收購 11億美金 所以隨著市場 像亞馬遜 微軟 還有我們看到 這個 Apple 對不對 開始進入到 加密貨幣市場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會看到 一系列的收購潮 而且呢 會是那些 還沒發幣的項目 出現收購潮 我們知道有三個Portfolio 好像今天還有一個吧 都有收到就是 那種有點類似 就是諮詢收購的這個 MMM的意向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能會看到 更多的是Infra 比如說 像市場比較知名的 這種Infura 或是像是這種 TheGraph類型的產品 Bit Query 這些Data Query的產品 或是我們會看到一些 鏈上數據分析的公司 這種CRM公司 或是呢 我們會看到呢 更直接的 就是像錢包 比如說 Dbank啊 Rabi啊 這些設置於MetaMask 對 或是我們會看到開發者工具 像是Web3 Tool 或是呢 像是那種 Truffle Suite 這類型的工具 我覺得都很有可能會被 是以收購為主的 然後我們看到像 審計公司也有人在收購 所以我覺得開始 雖然我們看到幣價沒有什麼在漲 但我們會發現 很多這種傳統的公司 在開始進入加密貨幣市場 因為我覺得蠻合理的 如果我們仔細想啊 這比特幣的這個現在的市值 對已經一萬億美金了 它其實離全球 不管是在股票範疇裡面 或是呢 資源 比如說石油 或是黃金 它都已經是排名最前面了 所以它已經是不可忽視的一個 一股力量 那你們也知道呢 呃 現在買總比以後買來的好 對 所以他們有可能會開始選擇去收購一些 尤其現在市場比較差的時候 去收購一些 有技術 有產品的公司 然後來為了未來做打算 因為我們看到PayPal 我們看到Mastercard 我們看到 甚至於Stripe本身 呃 很多支付軟體都開始接受加密貨幣 最近我還聽一個說法就是說 我們現在了解的 比如說American Express 還有像是Mastercard 和Visa 或設計銀聯 對就四大的這種 呃 這種信用卡公司 我們看到第五大 第六大出現 都是跟加密貨幣相關的 那當然前面這幾大 包括Visa跟Mastercard 都已經開始慢慢的 借不到加密貨幣上 當然他們借入的方式 不是說去買比特幣或什麼 當然他們可能買一些來玩 但是最主要是 他們要如何搭上這個風潮 確保說 呃 他們的產品可以在 加密貨幣準備好的時候呢 他們也準備好可以來使用 對 好 另外呢 我們要聊聊就是民營賽道 My God 我覺得太瘋了最近 就是 這週呢 大概我在週五週六的時候 大概就是跟我講AI meme 先是有人跟我講去Sweet上炒Meme 但我覺得Sweet感覺整體焦點還是沒有很大 那我就覺得OK 那我們來看一些幾個賽道 然後第一個他們傳給我就是Gold吧 Gold那時候我們看到的時候呢 Was quite low 然後馬上就漲上去了 而且那時候我看到三四個Gold 就這個表現是比較好的 對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他這個One Hour Ticker It's insane 然後他現在是四億美金的這個 四億五千萬美金的估值 對 然後上了哪些交易說我們看一下 因為他們現在發的方式很特別就是說 第一他會先到Deck Screener買一個 那個叫啥的 買一個有點像是可以在熱搜出現的 然後呢那時候就會發現有好幾個項目做通常的事情 然後會去抓其中一個熱點嘛 那有一個你看像我要講的第二個就是這個Showgoth 這個就是跟AI有關的 然後這個還蠻特別的 我抓了兩個Showgoth出來 他估值有點不一樣這個是三千三百萬美金 這個也是好像昨天還前天出現的 24號 哇靠 這個 這是什麼時候 October 24 沒有 October 19 Sorry 這個是三天前的 然後 那這個故事是什麼 這個故事跟Gold有點不一樣 這個是 我要怎麼去到Twitter 我找到兩個 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上去然後下來 這個估值比較低 這個現在是三百四十萬估值 然後兩家的Follower都有點不一樣 這一家的現在有兩千三百多人 然後有這個什麼 Jack Newell 有一些我家好像有幾個大佬有Follow他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 這個有 Andrew Kong有Follow 然後這個就有七百多人Follow 所以這個我覺得 就是也不是沒有潛力 就是當然這個估值比較高 但估值高的東西隨時就會下來 分兩個我都買了一點 就是你看他這個是 有漲到三千萬估值然後下來 所以代表說他其實上上 Holder也蠻多 還有三千六百九十三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我也有買 這個Holder有五千零九十三 好那為什麼我覺得這個故事蠻特別的 就是 他有發一個鬼東西在哪裡 這個 他發了 他轉推這個 AI Not killed everyone 什麼什麼 Meme 然後就轉推了一個 The New York Times 是在講說 這個 AI 的這個 吉祥物是一個 Octopus 就是一個章魚 然後呢 他講說因為 AI有這個 就是有點像 Alien Mind 就是外星人 然後呢 他的這個觸角會越來越多了 但是現在 他戴一個這個 我們人類比較理解的一個 面具 這樣 那整體呢 OK 我們分明我們就不用分析太深入 我們先講一下 他有幾個特點在我們選民的時候 不管是在看Narrow和這些東西 第一呢 他就是AI相關嘛 對 就是AI是今年的最主要的 字之一 對不對 就是AI 第二個呢 就是他有 他是一個Mascot 就是你可以在Emoji上面 選 就是這些Emoji裡面可以找到一個 就是你知道 你在選Emoji的時候可以有 他有一個Octopus的章魚的Emoji 這樣 你可以看 Actopus 所以他有一個這個章魚嘛 對 所以 就是 你可以在Emoji裡面找到 我們在講另外一個項目也會有類似的東西 然後第三呢 就是 他是有一個 就是看得到的一個吉祥物 就是比較能分辨出來差別 因為 比如說狗就很難選的 因為狗就是有上百種 那 但狗是最多贏家出現的 所以這幾個我蠻喜歡 另外就是他有疊過 我覺得每一個這種 後面可以長出來的東西都是 他會上漲然後再下跌 然後這時候就是We can走出去 但是可能大家還要分析一下 我覺得這個 我有時候真的分析不太懂的地方 就是說關於 就是 背後到底有沒有這個 Developer還Hold住 因為有些他們講說 Developer sold Developer sold 你看這個就是Developer sold 然後他就暴跌下來 所以我在想 這裡是不是說 Developer手上還有B It's kinda weird 然後另外一方人家跟我講說 Developer sold 然後另外一號在買 所以 我覺得這有點太難分析 就是有各種方式去隱藏 就單看 鏈上數據實在沒有辦法完全的理解說 到底 這個Developer有沒有賣 像這個Developer也 sold 很早就 sold 然後 但是 Somehow也有其他地方有流動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一個準確的標準 那我們不用去想這麼多 反正我兩個都買 就是去買了這個Showgoth 因為我覺得 他算是有點算比較 第四我講講 就比較新潮一點 然後呢 整體的流動性也還行 就是他24小時交易量有4千萬美金 另外一個24小時交易量有880萬美金 OK 好 分析完了 就是有交易量有人在看 然後估值不高 對 就是這個估值超低的 這個估值400萬美金 所以 我現在覺得這種低估值的比較適合去碰 那當然也有一些像Narrow 我們那時候買上了1千5百 就第二個上的那個Narrow 那時候買了1千5百 就 但是那個後來上了Binance 所以我覺得類似這種Meme的有點機會 好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是這個Fund 這個Fund呢 估值也很低 110萬美金 My God 這個沒有辦法調那個 My God 我是點對Fund還點錯Fund 看一下 我記得 Am I writing the right one? I think it's the right one 這個Terminal of Fun 好 這個Fund我覺得也蠻特別 我跟你們講 如果每 如果我們週二在分析這種名義代幣的時候 大家就是把IQ降到最低 真的是降到低中之低 因為 大家有各種說法 各種想法 那 我認為我每次賺錢的Meme 都是沒有想太多 OK 就是大概你有一種套路就行了 這樣 好 那不要因為我買你就去買 OK 我覺得Pill蠻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Pill呢 他搭上了這個Fund市場 這樣子 然後呢 當然來呢 他又有他的一些這個工具功能 他是算是剛才前面幾個沒有 就是他有一個Tool 這樣 那這不是每一家都有 對 然後他第六就是他有網站 然後做得不錯 OK 沒錯 分析名義幣就是 這麼的 這麼的這個低標準 OK 所以他是有一個 搭上幾個東西 一呢 他是有AI OK 然後呢 他有花時間去做產品 但是有一個危險 大家記得 花時間做的名義 通常有團隊 然後持有一定代幣量 然後有不同的 Shareholder在裡面 就是 可能有一些VC在背後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就是 大部分的現在的 這種MemeCoin 我們可以看這個Rui他講的一樣 就是 大部分的MemeCoin背後 其實都是有 比如說大哥 都是有這些 這些 Cartel在裡面 所以你不要覺得 MemeCoin沒有什麼VC Meme都是有VC在後面 那 好的Meme 但也有一些什麼 你發我發這樣子 就沒有 就沒有什麼VC在後面 那有一些是後面帶起來 所以 產品做得出來的 通常他一定是有點能力 然後他可能想賺錢 就是因為這個 他做這個可能要有成本和時間 所以 有好有壞 對 那有些像Narrow 或是有些那種網站做的很簡單 或是設置員沒有網站的 那種也不代表不好 代表說 他可能只搞笑發 然後他戳到一個點 然後可能Elon Musk轉推 或者有講到 對 所以沒有辦法有統一的標準 好的我們回去我們剛剛講的標準 就是 他是有一個Emoji的 OK 就是Pill是有一個Emoji的 就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 因為他的名字叫做Fund 對 第二呢 他是Fund類型的 沒錯 現在Pump.fun有一個叫FundNarrative 對 就是我們看到ApeFund 還有很多這些Fund相關的 所以他有點屬於Fund相關的 第三呢就是 他也是藥丸 Pump.fun也是藥丸 對 所以說 他不只有Emoji 他又是 然後不只他用Fund 他又是有這個藥丸相關 所以他可以賣一個故事 就是說他就是Pump.fun的這個 咪咪Coin的感覺 就是說 Pump.fun還沒發幣 我先有 有點像是Uniswap還沒有發幣 Sushiswap先發幣 所以他有點搭上 通常這個Narrative 然後他又有Token 好 那我個人覺得喜歡他的是哪裡呢 就是他的交易量 他的交易量是我們剛剛介紹的 三個裡面 四個裡面最大的 他的交易量24小時有1億美金 他的估值也符合我們購買的估值 就是FDB 我們只看FDB 他的FDB是1000萬美金 所以是符合的可以去購買 然後呢 他已經上到就是 Dax Greener 他有沒有上到這裡 我們看一下 他還沒有上到CoinGecko CoinMarket還有CoinGecko 都還沒有上 那剛才GOLD是已經上 那GOLD是已經來到第三階段了 就是說我在MemeCoin 他有三階段嘛 一階段就是發出幣後 然後衝到三千萬 對 三四千萬通常是這樣子 第二階段就是那個 他可能下跌或繼續衝到1億 第三階段就是三億四億以上 這就是基本上Meme的幾個階段 那你衝到四億的話 你就比較有可能上到各大交易所 所以我們看到 GOLD現在就是已經來到了各大交易所 好 我們看到 GOLD現在 對你看到 GATE啊 MEXC這些就會開始去上他 基本上你到三四億的時候 就會開始出現這樣子 所以 我們的目標應該都是抓這種 一千萬以下 然後呢 去賭他會不會上去 那你當然你買到三四百萬 他衝到四五千萬的時候 你也可以 先把一部分的 那個 成本 拿回來嘛 然後 再看他會不會上去 所以我覺得要看他故事點 因為 現在 現在 有另外一個故事是 我覺得 上週大家在討論 除了AI跟 FUN系列的 就是那個 狗的這些親戚們 對我們看到什麼 Baby Doidge啊 我們看到什麼 Baby Nero 因為之前這個 Sheep還有Baby Sheep 這些有上嘛 所以說 每一個狗系列跟貓系列 都會有一個 他的這個 小孩子 或是他的這種 子孫之類的 這種 子項目 或是這種 雖然他們不一定是Connected 但是他有點就是在賣這種 Subsidiori的概念 我覺得 也有機會 可是呢 要去看說 主項目有沒有去Push 對 然後再也就是說 近期有沒有類型的上 其中有一個就是叫 Baby Nero 吧 我覺得他就是蠻符合 你看他也上 他上 我靠他也漲了 這個市值也很低 所以也符合我們剛剛 第一個標準 就是1000萬美金以內 他這個 他這個合約還可以更改 他這個上了 幾個教育說 Polionics 跟MEXC 然後市值是低的 可是呢 他是在這個 Pancake Shop上面 就是不是在 Pumped Up Fund 生態幣 那 币安 好像沒怎麼上 就是 币安鏈上的MemeCoin 雖然有很多人嘗試做 就是Chimp 還有這些的 但是我感覺 在币安上 在BinanceChimp上發的Meme 有點Cringe 就是 就是有點那種尷尬 不是那麼的 負荷 因為Meme有點像早期NFT 或是一種潮流 你必須還是符合 那種潮流 所以 歐美的那種潮流 的MemeCoin 感覺比較多 是符合上去 當然也有像是 Narrow 就是很 比較很Agent focus 然後有上 但最主要的其中一個原因也是 第七個 我們剛剛講了 五六個原因 第七個原因就是 Charitable Cost 就是 Charitable Cost 就是有沒有 公益相關的 通常就是你發幣給 Vitalic 然後Vitalic 發給一個公益團體 他就比較是有一點被認證的這種感覺 沒錯 回去我們剛剛影片講 你在淘而民的時候要把IQ降低 就是這樣 那每天都有一些新的變動 好 那我們剛剛講完這幾個 另外一個我覺得蠻酷的 是叫做 Phil 我看一下 是這個嗎 我看到那個是已經上了 我有點忘記為什麼會有Phil這個草 但我那時候覺得他的 網站做和圖也蠻可愛 走比較可愛的風 就比Sougar可愛 對這隻小恐龍 然後呢 他的網站做得不錯 然後他估值 我們那時候看的時候比較低 現在已經長上來 現在長到多少 不對 他我看的時候大概是1700萬 1500萬 他現在長到4000萬 我靠他原本超高的 這是8月初的MIMPOINT 但他我覺得有點類似Turbo 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 Turbo當時也是突然就是 漲很多 大家記得嗎 我們去年有拍過Turbo影片 雖然是我們 比較 比較有賺到的一個MIMPOINT 那Turbo他就是當時漲很高 你可以看待這個週期 我們把它拉過來 那時候他暴漲 然後就暴跌下來對不對 那Turbo他是第一個 AI系的MIMPOINT 就是 他的創始人就是不會寫貸嘛 然後呢 女兒要 就有點要破產 然後付女兒的學費 然後他就直播 用ChatGPT3.5問他說 要怎麼發行一個民營筆 然後他想發一個民營筆 要去哪個網站做 要怎麼做審計 就全程都直播 然後網友們就幫助他 然後他就發成功在 在UNISTRAW還是在哪裡上面交易 這樣 然後這個民營筆呢 最後的網站什麼都用Google去搭建嘛 然後就整個就把它做起來 那也是符合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很早期的一種 然後跟賽道相關 那當然後來一定是有VC買進這個故事 這個也算是我覺得 我那時候看 整體故事很合理的 對 然後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買債也沒有很低 其實我們那時候買債好像 也有個 Let me check 沒有 我沒有買到這麼低 這個後面有一陣子這麼低 我可能買了四五千萬吧 的估值 這樣 那當然他現在漲到六七億了 那 他也是那種 有點上漲然後下跌 然後大家沒有Care 但是有一個很明顯 然後也比較好介密 就是Turbo 然後一隻青蛙 這樣 那都是ChatGP跟他講 那這個Phil 就是我覺得蠻可愛 而且Phil的網站長得很像 這個Phil這個網站 都是一個Terminal 對 然後呢 最有符合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是有一個這個 絕對有個團隊 不然沒辦法做成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去領他的這個代幣啊 然後呢 可以去領他的獎勵 就如果你錢包裡有這個 SHIP代幣的話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整體他是在比較貴的鏈 就是這個貴族鏈 他是在Unishop上面交易的 那這個我喜歡的原因就是 我覺得他有點類似Turbo這種感覺 但我覺得他市值下來可能很高 就你可能要等他再下降下來 然後 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Token Holder 對 他有10732 然後 也是很Distributed 可是你可以看到像這種地址 類似的 這個可能就是團隊 所以團隊可能還持有個10到20 Maybe有10%吧 我覺得 不知道下面有沒有 對 但所以他整體的分布 還是沒有那麼的decentralized 但我覺得就看有沒有人鑽石熟 然後這些人有賣掉 或是 像我知道的一些 發這種 他可能一次發10幾20個 然後風格都 會做一些改變 所以你很難說他到底最後會不會賣掉 他可能就是都拿著 因為他已經把成本賺回來了 對 好 那回去剛講幾個 我們重新 講一次 就這一週我們 我們現在每週二都會講MemeCoin 或是有時候走死 然後 第一個我們看到是這個Fund 他符合了我們剛講的估值 就是1000萬以內 但是他現在是1100萬 然後 9970萬的交易量 所以他有非常多的Holder 有9100個Holder 這樣 然後最大的Holder呢 持有的量是 2.89% 對 所以剩下的都比較少 這比Fail更好 然後呢 另外一個是這個 gold 我一直 gold沒有符合我們標準 因為他已經太高 大家來到12000萬 gold的網站做得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 gold這個標準就 gold就直接到這個Pump的網站了 然後 gold就 我覺得gold有點難 對 gold有點難 估值也太高 不符合我們 這樣 然後 Showgoth 另外我們看是這個 370萬 這個就超超早期 那這個能不能撐住 就看後面 估值370萬 然後20小時 交易量是810萬美金 然後呢 網站 噢靠 他網站直接去New York Times 對 好 這個 這個連網站都沒有 那另外Showgoth有沒有網站 好 另外網站自然有把 Showgoth的這個 Monster的東西做出來 這可以做什麼嗎 OK 好 因為我想一想 剛剛這個Ai是可以做什麼 好 這個是 這是ChatGP Ru ChatGP 好 好吧 這不是ChatGPT 然後 對 就這幾個 Fun Phil 然後兩個 Showgoth 這樣 因為我們這還有 我昨天還買了一個叫做什麼 那我剛買了一個叫做什麼 看一下 我要從我電腦看 但你以為我有買另外一個是在 那個Sweet上面的 然後我選Sweet的是 我覺得會有一個Sweet的Meme point出來 但是 選這種新鍊喔 最好是跟狗相關的 就是不用跳太痛 就是最好跟狗相關 因為新的鍊一定會有一個 它的代表作 就是Sweet上的一個代表作 你可以從這邊看 哇靠 他有沒有Sweet啊 是我眼殘嗎 好在這 哦還有一個Sweet man 這190萬 我看的那個狗是哪一個 這這連 除了Meme point的也都在上面 我就還是要看一下 就是 是不是都是Meme point的 對 然後以Meme為主 對 哦還有Hippo 這個 這也是Sudan喔 Sudan 這個又是 這個 但是這個是Meme point Meme point還沒有真的出權 所以我覺得 每條鏈上會有個狗幣 Meme point有沒有出權 我覺得沒有 我靠有兩個Meme point現在 對 我覺得沒有 Meme point我覺得 但也不代表後面不會喔 我跟你講 這種下跌之後會下跌很多這種 就六期間 他可能一路漲到一兩億 然後呢 像這種漲到兩億 其他可能之後一路跌到四五百 這時候就可以注意一下 我覺得 就是 他們英文叫做Rebirth Meme 就是那種死了後 然後重新再生的Meme 也是很值得去注意 好了 那我們這集 IQ60的就結束了 可能IQ0了 然後記得我們年底呢 有一個區塊先生年會 我們也會聊到Meme相關的 然後也邀請了一些 這些喜歡TradeMeme的Trader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來 區塊先生年會演講的話 如果你是項目方的話 也歡迎聯絡我們 我們現在也是 我們位置已經很滿了 但我們也是 很願意就是支持一些新的項目 跟一些講者 如果你有些特別的議題 想要聊的話呢 所以也歡迎去DM我 或是直接發Email給我們 記得加密貨幣投資 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話 絕對不要亂碰 今天講的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t's not a financial vice 然後如果你喜歡我們每週 去看一些民意代表的話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也留言 你希望我去買哪一個Meme 如果不錯的話 我就會去買一些了 下一期見 Bye Bye by bwd6 感谢观看